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1月3日星期二 今天也回到平日的閒日 不再是公眾假期了 各位觀眾正常都是需要繼續上班上學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去度過這個很艱難的一月 現在的氣溫是15度 外面間不中天晴 東北季後風正在影響廣東 另外, 一度的雲帶正在為這一區帶來有雨的天氣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 早上有一兩陣微雨 天氣清涼,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光燥 最高的氣溫大約20度 吹和緩的不至東北風 離岸風勢偶中清靜 天文台展望未來的日子會有陽光 大家可以感覺到天氣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冷 接下來我們看看疫情的消息 本港疫情仍然嚴峻 昨天新增了20230宗的確診 比起前天少了3131宗 連續兩天有回落 呼吸科的專科醫生梁子超說 因為近日假期, 所以檢測數字或減少 要視乎開學後 究竟學校情報的陽性個案比例會否有所減少 也會留意污水監測那邊 走勢有沒有向下才知道 現在究竟是否真的見頂 輸入個案佔了367宗 佔了整體個案比率的1.81% 相比起同日有29068人在機場入境 另外再新增多74名患者死亡 創了4月8日以來的新高 另外也有5233名病人留院 當中有535人是新增病人 另外最新情報有23宗危殆 和42宗嚴重個案 見到疫情跌下來 心都放了少少 不過最重要的是看明天和後天的確診數字 因為今天就算再有確診數字出 又是反映前幾天的事 前幾天大家都是紅日 又不需要做檢測 所以數字一定低 下一則新聞 今天超多斬人新聞 香港人變得不太平 尖沙咀元旦在1號的時候 發生了黑幫成員在酒吧混戰後 互持刀互相追斬的案件 網上流傳了相關影片 兩幫人馬合共40人在酒吧爭執 當中有人手持疑似是兩尺長的利刀 作勢要斬向對方 另外也揮棍打人 有人頭被撥中流血 雙方更加在街上互相追逐和企圖互斬 據了解 涉事的兩個黑幫 是和聖和和新義安的成員喝酒後 爆發爭執 消息指 事發在尖沙咀七咸道南 107號至109號的大廈 裡面的一間酒吧 這處是一個由 黑幫新義安成員肥彪管理的酒吧 在元旦清晨6時半的時候 和聖和的要員和他的女朋友 在消遣期間被一名醉酒的客人不慎半島 女方更加被人掩蓋了一巴巴 其後堅持要追究到底 更加要叫自己男朋友吹雞過來餐場 稍後大家擺人在說話 現場氣氛緊張 雙方更加一度互相推撞 這一方的人 最後離開酒吧的時候 在地面遇到人家再吹雞身義安的人馬 結果被人追打 當警方趕到去的時候 黑幫成員已經四散東西 警方回覆查詢的時候 在元旦清晨6時49分接報 在某某大廈外面有人打架 有二、三十人持刀打架 但警員趕到去後 發現一切平靜 甚至在附近巡邏之後 也沒有任何發現 也未能找到報案人 現場也不見有刀 或者有紅色的跡在那裡 不過現在這件事 不能就這樣算數了 因為已經被人放上網 有閉路電視的話 你不能走到去就說 沒有人 沒有接報受傷 地上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就當沒事 所以這件事一定會查 然後一定會抓人 還有連報紙都可以寫上 哪個堂口哪個人 那肯定會抓到人 對吧 下一則新聞 剛才那宗就叫做無人受傷 但今次這宗就有人重傷 廣島東區發生雙人案 在今天凌晨3時 據報一個年約50歲的男子 在電器道160號的一個住宅大廈 被兩名大漢手持牛肉刀襲擊 男子用手去擋著刀 導致他左手的手指尾近乎斬掉 皮肉相連 接著那兩名刀手沿著麥連街徒步離去 男子的手、腳、額頭、身處多處受傷 大量出血 不過幸好仍然清醒 當名的圖人見狀代為報案 救護員也趕至現場幫他急救 他的妻子也陪陪他入院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並追緝涉案的刀手 警方就說 傷者姓蔡54歲 警方在凌晨3時03分接獲報案 就說 傷者在電器道對開 懷疑被兩名男子以牛肉刀襲擊 警方已經在跟進 但暫時未有人被捕 相當恐怖 突然被人斬 斬到手指尾都掉了 也不知道新年究竟發生什麼事 下一則新聞 在葵方邨的葵外樓 一個身於晚清時代 一個姓陳的女性 在昨天早上被發現 在家中昏迷送院之後不治 享年是114歲 其實114歲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我這樣說 在前天 即是他未離開的時候 他應該是全世界排頭三十的人歲 大家就知道 他的壽命基本上長過80億人 大家就知道 為何 114歲究竟是一個多麼誇張的數字 有記者在昨天下午去到陳婆婆居住的大廈採訪 只看到攝氏的單位大門虛染 裡面擺滿了雜物 門外也擺著紙皮的手推車和多箱的雜物 但屋內的女子沒有應門 有街坊透露 陳婆婆跟她的女兒和外孫一起住 平日偶爾都會隔著鐵閘跟婆婆打招呼 婆婆也很有忠氣地回應和大家閒談幾句 街坊就說 很少見到她的女兒外出買菜 但也有鄰居不時贈送食物 而此屋內人大多數都是吃別人贈送的送頭送尾果福 而近兩三年都沒有再見過陳婆婆外出 鄰居都說見到這宗新聞才知道 原來婆婆114歲? 本身以為她90歲而已 大驚 也不知道這家人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如果這個婆婆能夠有更好的經濟環境 有更不同的生活環境的話 可能她會更長壽也不頂 一個114歲的人 是真的見證過一戰、二戰、冷戰 基本上整段近代史她全部經歷過了 即是她是真的有資格對著所有人說 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人 下一單新聞 以故藝人陳百強的媽媽姚玉梅在廣州逝世 享年85歲 為你學取陳百強歌迷會 在上月29日在Facebook透露 陳媽媽早前因為突發性肺積水需要入院治療 但因為年紀太大 醫生沒有辦法幫她做手術 一個星期後 獲通知確診肺癌 以保守治療為主 最終不敵牙摩 細細 下一單新聞 荔枝角發生了虛擬貨幣結案 事主報稱損失了價值15萬港幣的泰特幣 警方在昨天晚上9時接報說 一個21歲的男子在荔枝角度 863號雲景台對開的巴士站 以及另一名男子交收一隻 再有價值15萬元的泰特幣USB 被對方拳打後搶走USB 匪徒之後坐私家車離開 事主被送往明愛醫院治理 警方把案件列作為盜竊和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處理 交給深水埗警局刑事調查隊跟進 正在追輯一個三十多歲肥身材的疑犯 大家不要覺得誇張 其實有些公司可以將幾千萬的虛擬貨幣 放在一隻手指和Harddisk那裡 不過放了幾千萬的話 他們就當是補 至於怎樣運送這些Harddisk的話 是真的好像大家看電影的 請保錶 然後保錶 手還要上手扣 然後扣進行李箱 長期拿著幾千萬 加密貨幣這些東西 其實現在不適合過適合 我都不介意直接說 大群人輸到躺在這裏 所以再加上在短暫時間內 你看不到加密貨幣有什麼起色 所以現在時代不同了 不要以為好像三年前 隨便萬選一隻都可以發達 所以我自己也跟朋友說 你們不是玩開的就別碰了 玩開的就自己看路 下一則新聞 之前有個男生 14歲的男生 被人用車撞到 接著還要不顧而去的新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警方之前就拘捕了那些黑幫成員 接著還有車主 最後那個男生 一直都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曾經傳出 狀況是相當嚴重 甚至乎會有很嚴重的後遺症 只不過現在就傳出好消息 就是說這個男生憑著堅強意志 留院60天之後 終於可以出院 回到家和家人團聚 還有這個男生 暫時拿著拐杖 都可以自行行路 還有看到他的樣子 都算還可以還精神 在家裡都可以自由走動 不過當然拿著拐杖 就會更加方便 都叫做不幸當中的慢行 但是你說將來的一些行動能力 不多不少都會受到少少影響 不過最重要 真的人沒事 如果不是真的令到他媽媽傷心死 還有這個男生本身都是一個 品學兼優又孝順 又愛父母的男生 希望他可以繼續重返校園 不過這樣被人撞一撞的話 其實是等於一定要留班 因為你根本說不及進度 還有你身體患病的話 你也是讀書方面的吸收 和你以前精神良好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的 有時候人生會有什麼意外 這些真的沒有人猜到 無緣無故拍一聲 被人撞完之後 等於整年時間沒有了這些 有時候真的人算不如天算 好了 下一則新聞 近日撲釋熱痛 即必理痛 藥物供不應求 各處出現了炒價 有沙基灣的街坊 在1月1日的時候 在網上宣布免費派藥 為什麼他會派藥呢 因為他在撿屋的時候 發現自己有一盒 下個月到期的必理痛 合共有48牌 480粒 他決定將它送出 每人限取三牌 即是三十粒先到先得 另外 也有一名街坊說 我都想送藥出去 加上給樓主一併派發 這些就是好人好事 即是知道快要過期了 去幫助別人 因為有些人一定會說 壞到 我這裏 480粒 每粒賣10元 4800元發財 有時候香港地 多得這麼多這些好人好事 才令到人間有愛有希望 不過這個香港社會 整體上來說 都是壞人佔了八成 好人佔了兩成 下一則新聞 近年來 網上的騙案 越來越猖狂 不少的騙案 已經滲透了虛擬貨幣的成份 警方在2022年頭十個月 已經錄得到 13809宗的網上情緣騙案 洩款已經去到5.78億 較2021年的童年大增了兩成 另外 亦有一半的個案騙徒 會扮投資專家 有騙受害人 作出虛假的投資 其中一宗最大的金額騙案 是說在Instagram 認識男朋友的五十歲女子 在三個月內被人騙走了一千五百萬 當中一千萬還要是借貸所得 能夠借到一千萬的話 可能是按了一層樓才能借到 類似的狀況 亦出現在網上投資騙案 警方在同一時間 亦錄得到一千五百零三宗的個案 按年急增了九成 受害人損失的資產達到7.7億 按年飆升了1.05倍 警方便發現 有關的騙案是集團式經營 亦會去模仿一些假的虛擬貨幣平台 騙人入錢 總之就什麼都有 大家小心點 不要被人哄到 不要覺得自己在網上會有驗員 又或者會有些發達的機會 那就最好了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騙了 下一則新聞 迪士尼在二月招聘六百人 打算去迎接開關的遊客潮 甚至會引入香港的芭蕾舞團 去跳舞、去合作表演 我自己都... 這麼大個兒子好像去過一次迪士尼 都沒有去過 所以我對於這些就不太敏感 下一則新聞 美國的疾病防控預防中心 在2022年12月28日旅遊須之 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疫情 列作為第二級警示 呼籲人們去這些地方 即我們地方的時候 就需要加強防禦措施 以及就需要重新考慮 究竟是否需要前往這三個地方 其實美國這一招都已經不斷用了 其實大家都見怪不怪了 總之就是不希望有人過去中國 因為一旦過去中國就等於會花錢 花錢就等於將美國的銀行金庫徒康 經常借以做一些選人不利己的行為 即美國這些相信大家都習慣了 下一則新聞 將軍澳的寶林發生了嚴重車禍 在昨天晚上9點 一架的士沿著寶林恩景路駛到公共運輸交匯處時 現場有三條的士和小巴專線 左右兩條行車線 均有很多小巴停泊了 的士沿著中線行駛 期間32歲勝利的男子 踩單車過路時 被的士撞飛了幾米 的士的車頭擋風玻璃碎裂 單車和Food Panda的外賣袋 跌在地上 傷者滿臉鮮血 昏迷送院搶救 的士司機報稱不息 警方正在調查車禍原因 現場留下了大量血跡 可能附近有些小巴的士停泊了 令到人車搶路 的士不妨礙了 大家只能在唯一一條有路走的路去走 結果有時候駕單車的人 未必遵守交通規則 駕駛的士的人 又不當駕單車的人是人命 這樣就出事了 因為踩單車在馬路踩 風險很高 下一則新聞 菲律賓的馬尼拉國際機場 原來在1月1日的時候 嚴重停電 空中的交通管制系統和雷達故障 多個國際和本地航班取消 或是需要轉去其他機場處理 大約有5萬6千名乘客受到影響 有媒體說 機場昨天有更多航班取消 有很多人滯留 電力的供應穩定相當重要 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台灣的機場 會因為沒有電 所以搞到停了 下一則新聞 本港不斷搶必利痛 政府現在重新 在供應醫療系統裡 擁有一個大約5至6個月的正常使用分量的必利痛 另外政府也會加緊採購 考慮將額外採購的藥物 預留給一些有需要但沒有接受公營醫療服務的市民 例如說可能未能負擔藥物開支低收入家庭 或是因為個別地區性原因而出現藥物短缺的市民等等 即是說 其實政府是有考慮 如果買到的話 就會派必利痛給大家 不過怎樣派 到期時公不公平 又會不會有人搶 又會不會有人搶 這就要看政府如何處理 下一則新聞 深水埗發生了翻車起火意外 今天凌晨時 一架私家車沿著長沙環道往深水埗方向行駛 當右轉入大報導期間 突然失控 撞向路邊的花槽石駁計兒向右翻側 車頭隨即起火無煙 幸好藍司機只擦傷 在途人協助之下 自行爬出車廂及時逃生 消防員接報抵達現場後 用十分鐘將火救息 藍司機即場自理 拒絕送院 其後通過了約架和走架測試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的原因 受到車禍影響 現場大報導一帶受到封鎖 交通受阻 下一則新聞 車鏡直擊 在昨天網上流傳了一段車鏡 只有十秒 可以見到一架貨車沿著屯門公路 往元朗方向的中線行駛 過了紅橋無奈後 前方突然之間有一架叫做SUV型的私家車 從屯門西的出口之路 逆線走入屯門公路 私家車越過影線 還過慢線和中線 結果最後發生了車禍 相當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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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則新聞 巴士上遇到奇怪行為 要小心應對 有港女日前乘巴士時 突然之間有個阿叔 伸手靠近 拿著手機說 有東西看 嚇到港女即時彈開 隨即用手機拍下狀況 罵爆 我就說 你真的以為每個女都可以這樣撩 你欺負到不出聲的女生 然後就更加膽粗粗 跟著阿叔下車 形容嚇到阿叔就很跑 事件引來網民熱議 有事主大讚 嘩!你是勇敢的女英雄 大讚事主 阿叔給什麼女生看 大家都猜到 很明顯就是那些十八禁的東西 不知道他是不是以為 狂視一百個人之後 就會有人無緣無故跟他發生關係 這些阿叔真是瘋狂的 如果有警察在的話 最好應該拘捕他 因為這些牽涉到風化 下一則新聞 在旺角出現了碰瓷檔 在元旦1月1日的時候 有一段車鏡就說 有個男子在自己假裝撞車 然後就在那裏要人賠錢 最後一段車鏡超級好笑 那男人滾在地上 然後瘋狂轉圈 瘋狂轉圈 即是自己 沒有車撞自己滾泥沙 在那裏打了七十七個圈 真是超級好笑 有些人說他是旺角尼馬 甚至乎就說 你這麼有心在馬路上滾七十七個圈 滾七十七個圈是什麼意思呢 是說這個男人在馬路上滾七十七個圈 滾七十七個圈 大家就知道他多麼有毅力 對吧 期間還要驚動附近的救護員下車 看看是什麼事 然後救護員下車的時候 這個男人馬上跑 說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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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超級好笑 下一單新聞 大埔龍尾發生了 懷疑不善對待動物的驚雲 在昨天下午1點的時候 警方接報大埔的丁角路龍尾路的一間村屋 有多隻動物被鎖在裡面 懷疑他們沒有食物 據了解 屋主已經搬到其他地方居住 但是仍然有六隻貓和一隻狗 就留在涉案的村屋 當中就有捕牛貓 每天都有人去餵這一批動物 但是有人就忘記了生槍 在昨天就有兩隻貓跳出單位外活動 令到槍簾就鬆脫了 有村民發現 哇!裡面有很多隻貓貓狗狗 所以就決定報警 但是最後就發現 其實那些貓 全部都是有水有食物有適當照顧 調查了之後就列作為誤會 我覺得這些誤會其實就沒有什麼的 你見到建兒即報 這些是這幾年來警方對我們市民的原則 總之有你無你也好 誤會的話我們不會有什麼事 當然見到有什麼不妥就先報警 下一則新聞 在青衣長亨村的亨兒樓下午就發生了火警 在昨天下午的2點38分 警方就接獲波人報案就說 有單位起火 現場就冒出大量的龍煙升到半空 最後消防就派出了一隊的煙武隊 還有開了一條喉罐 最後用了大概20分鐘左右就關掉了場火 現場就無人受傷 據了解 事發的位置是亨兒樓的附翼十樓 消防就正在調查起火原因 下一則新聞 灣仔警區人員在元旦晚上七點的時候 在巡邏期間發現到一名女子 就在銅鑼灣的軒尼斯道555號 展示一些懷疑有煽動字眼的圖片 並且在地上擺放了白色的蠟燭和花束 於是就上前去截查 警員期間勸喻多次無果之後 以涉嫌光泛煽動意圖行為罪 拘捕了22歲姓珍的內地女子 其後交給灣仔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被捕的女子現證被扣留調查 下一則新聞 由尖旺的警察根據線報 在昨天的大約中五十二點進行了反賭博行動 突擊搜查了油麻地的文明里十五至十七號的一個單位 賭破了懷疑非法搗檔 掩走了六部釣魚機 一部獨卡機 還有一批遊戲卡 和一千元款項 我自己也知道有很多獎者 很喜歡玩什麼釣魚機 或者跑馬機這些 其實以前荷里活廣場 我都知道有不少人在那裡玩 因為我曾幾何時 我都有一兩個星期在那裡玩過 玩完之後就覺得無印就走了 不過因為荷里活廣場 正當地方 所以那時候玩的那些 全部都是遊戲幣 我也是說 玩了三十多四十十元 玩了幾個星期就沒有玩了 那時候看到有些叔叔 每天都坐在那裡玩 然後他們的遊戲幣 多到一座山那麼高 很誇張 但是自從那裡撿了 又不是撿了 即是改建了 沒有了舊友那部機 之後 轉了其他跑馬機 之後 就少了很多人去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七時 一架私家車沿著窩打路 往獅子山隧道方向行駛 駛到農場道公園 一個右彎的時候 懷疑失控自炒 鏟上行人路之後 再撞上路邊的石坡 車頭嚴重損毀 未忌更加無煙 有途人發現司機被困於車內 擔心他受困於事就報警 消防員到場之後 證實司機清醒 沒有被困 也沒有受傷 警方協助幫司機進行約架和走架測試 最後都是沒事的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的原因 下一則新聞 在昨天早上七時 有途人途經大埔的安布里四號對開 在天橋底的林川河 發現一個男子在河中間再浮再沉 於是慌忙報警 警方和消防在現場搜索後 救起了七十四歲姓楊的男事主 他分為不省 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 警方在河邊發現一代 懷疑是屬於墮河男子的隨身物品 但未有發現遺書 已經聯絡了事主的家人調查事件 下一則新聞 觀塘的安達神道一帶正在大興土木起屋起樓 附近的安達村爆發嚴重的鼠患 有居民反映老鼠夜晚會入屋在客廳 在廚房和飯桌開派退 亦有人用掃把在廁所的假天花拍死老鼠 有居民說 安泰村已經淪為老鼠 落完超過一年 批評房屋處未有正式問題 這些老鼠的事件 嘩!很大隻 我自己就三十幾樓 我想我應該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我想 下一則新聞 澳門的新冠疫情未平 社區確診患者急增 為澳門的醫療系統帶來龐大的壓力 不僅有很多染疫的人士去到醫院求診 澳門的醫護亦相繼中招 人手更加不足 鏡湖醫院調整人手 集中資源在急症服務當中 但原來有三分二的急症醫生確診 有不少醫生在退燒後 已經主動復工 但仍然忙過不停 澳門這方面比較慘 澳門的醫療資源 根據比例去看 其實沒有香港那麼充足 大家可以想像到 香港已經不足的狀況下 原來澳門是更少的 現在大家慘慘慘慘 下一則新聞 本港安心出行 在這段時間來說 就幫了大家很多 但隨著安心出行的結束 相關的防疫專線 也開始收線了 因為過往大家可以打電話 有些熱線問人 安心出行怎麼用 但由下個星期日 開始就會停運 所有號碼沒有人接聽 亦都寓意著原本做接線生的人 他們的合約已經結束了 即是表示他們需要找過其他工作 不能再做接線生 其實這些都是好事 特別是檢測那一方面 無需要那麼多人再去做檢測 大家自己在家做快測都可以 變相可以幫政府省很多錢 亦都是幫我們省很多錢 因為我自己對於今年的財政季度 都有點擔心 我不是說我的財政季度 我說政府的財政季度 因為真的隨時有機會 不派消費券 或者派的話 可能只是派雞稅 因為政府真的沒什麼錢 好了 最後一宗新聞 公立醫院長期供不應求 在冬季服務高峰期間 公營醫療系統更加不勝負荷 每天平均有4000人去到急症室求醫 更加有市民需要輪候超過12小時 又預料到 在新年假期之後的幾天 服務仍然繼續繁忙 護協主席袁志敏在昨天透露 伊利沙伯醫院的內科病房 由原本可以接收44名病人 現在已經超額接收到60名病人 一有任何空間便要加床 不過現時加床只限於病房 還未延伸到走廊 所以還未去到去年年初第五波疫情爆發時的惡劣狀況 往往是紅日之後 由今天開始 相信公立醫院的需求 也會繼續再爆升上去 希望這個月其實真的很關鍵 雖然我每個月都跟大家說這個月很關鍵 但是這次大家可以判斷一下 這個月真是關鍵的 究竟我們能不能戰勝疫情 究竟通關之後變成怎樣 究竟醫療系統會不會重蹈覆轍呢 大家密切期待這個月 最重要是保護好自己 千萬不要給自己有病的機會 否則真是很麻煩很麻煩很麻煩 我這幾天還要去做外賣仔 去照顧我一個中了招的長者 大家都知道雖然我要做外賣仔 但我每天都照顧出三條片的話 大家明白了 其實我已經沒什麼時間休息了 還有最後簡短地說多一句 因為Youtube來說其實就是這樣 今天就是1月3日 通常在早上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兩天前我的收入是多少 即是說今天1月3日 其實我已經可以看到自己1月1日的收入是多少 我就不會說實際金額給大家聽 不過我會這樣說 跟12月的對比我跌了一半有多 所以接下來這個1月經濟困難 還有就要繼續努力 因為有朋友反過來安慰我 就是跟我說不要太介懷錢 因為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積蓄的 反而就是跟我說 因為現在我的金錢那個跌幅 應該不單止是我一個的 應該所有人都有跌的 那就跟我說 如果別人因為錢少不拍片 只要你繼續堅持的話 那你在這段時間 不旺財旺丁就行了 旺完丁之後 遲些 你都可能就是訂閱多了 那你整體收入都會上升 那就是因為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的這番說話 所以是更加激勵了我 就是說 就算錢少 就算沒有錢 都應該要繼續拍 因為其他人不拍 我繼續堅持下去的話 這樣我距離成功就可以更進一步 好 大家一起繼續努力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待會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